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和人的相处是一门学问 要做好一点真的很不容易 离得太远了 关系就淡了 可靠得太近了 灯温温温就来了 不管是家人朋友还是同学同事 好起来的时候可以两个人同穿一条裤子 可是在闹翻之后又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人生如齿要有度 感情如面别越界 人和人相处一定要把握度 关系再好也不要走得太近 否则最后只能渐行渐远了 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牢牢记住 否则受伤的就是你自己 跟谁走得太近都会是一种伤害 朋友之间太近扎人 言语上不注意 金钱上没分寸 行动里不知尊重 时间久了 谁都会远离 亲人之间天天面对面 打听下你的家里事 分享点小道消息 久而久之 烦了 厌了 远了 家人之间 孩子的小家庭已非要介入 另一半的信息天天查看 每天黏着他们没了自我 最终感情却成了隔阂 所以想要和家人亲朋好友之间和睦相处 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在生活中 具体如何去保持合适的距离呢 这里有五点建议 供所有的朋友参考 保持一定距离 生活更愉快 和伴侣之间 给彼此留一点空间 夫妻相处之道 也就是把握夫妻之间距离之道 夫妻之间关系很亲密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两者之间就不能有些小秘密 特别是在情趣爱好上 有差别的夫妻 不能强求对方要和自己 有一样的爱好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认同对方的喜好 然后有各自的朋友圈子 和睦 愉快相处 和子女之间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随着社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父母能够接受 与子女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但距离不太远 双方都能够互相照顾 还可以避免一些矛盾和麻烦 有界限 有距离 有联系 有守望 最佳的距离 就是一碗汤的距离 生活上和子女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能常去看望他们 给他们送起一碗汤 心理上也要和子女 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不会因为太热而烫到他们 也不会因为太凉 而凉了心意 和亲人之间不能没有恭敬心 亲情是难以割舍的情感 和亲人相处不要太随意 一定要有恭敬心 获得亲人的帮助要感谢 亲人有难处 也要及时提供帮助 亲人家中的事情 人家愿意说的就好好听着 不愿意说的就少打听 不要干涉 更加不要肃无忌惮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不愿被人涉足的角落 尊重他就是尊重你们的亲情 和朋友之间时刻牢记 无所求 有些人和朋友关系亲近一点 就开始有各种要求 如果朋友不满足就抱怨 这样的朋友相处起来 让人觉得心累 真正的友情是纯粹的 不带功利的 朋友帮你是勤奋 不帮你是本分 不能够用道德去绑架他们 要他们不限量地 满足你的需求 很多朋友关系越搞越糟糕 是因为向对方所求的太多了 这就是造成翻脸的原因 和陌生人之间 见人宜说三分话 君子之交淡如水 有些人是第一次见 有些人一年见一两次 和这些不熟悉的人相处 就算第一印象再好 也不能没有分寸 不要试图窥探别人的隐私 说话要留有余地 不能强人所难 说话不能不看时机 年龄越大越发现 爱情 亲情 友情 情情珍贵 所以和任何人都不要走得太近 给自己留一点缓和的余地 给别人一些自己的私人空间 这也许就是最美的距离了 不必太靠近 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 不必离太远 我们的生活圈还有交际 这里产生美 其实就是彼此尊重 彼此珍惜 好了 今天的美文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守护与聆听 如果喜欢引游的声音 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 枕边经典 枕是枕头的枕 边是旁边的边 枕边经典就可以搜索到我了 每一个睡不着的夜晚 因为会在那里陪您说晚安 我把所有的梦想都画在墙上 等待被现实温暖被照亮 我把全部的倔强都藏进心脏 希望在人群中去融入去吃放 我把所有的希望放在他身上 祈祷在寒冷黑夜能给我力量 我把命运的摇晃都当作墙上 依然在路上 依然在路上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找回曾经的晚餐 从被忽略 从被忽略 被遗忘 被捉弄的世界 找回一切 你说我是你的百度人 让你学会面对爱的恨 在下一刻 在下一刻 对我们合作的 如果你们想夸